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交易是谁逼迫谁的吗?不 完全是各自权衡以后选择了对自己更有益的一项 对张岚来说 用金钱换回孩子 是因为钱可以再挣 可是孩子必须要在自己身边成长 这样才能够正确地教育他们 给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可是 对大S来说 他决定把自己给孩子张岚那一刹那开始 就已经注定在他心中 孩子没有钱更能调好自己 否则 一个母亲如何肯为孩子分给他人 咱们不说远的 就看大S离婚一两个月之后 就立刻把一个有钱客的男人请回家里 不顾自己的小孩能否接受离婚又迅速再婚的事实 反而各种通告称赞他为何为爱如何 这是典型的将自己利益置于孩子利益前头 虽说 女人为自己的确是应该的 可是他若是单身女人没有孩子 无人会诟病 问题是 他有两个孩子呀 有孩子的女人是妈妈 是被万众称赞的母亲 可是 一个母亲不顾孩子自己心里是否接受 只因为自己喜爱 就迅速地把一个陌生男人赢回家 孩子会怎么想呢 那么小的孩子能够接受吗 会不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什么负面的不好的印象 这些都是关系到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的 而这些很可能会影响一个小孩的未来 可是作为母亲的大S 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孩子 就在为巨军夜买鞋子 为自己买头纱和项链的各种消费的乔消费上 也没有估计到给孩子买一些礼物 这是什么样的母亲 我不从大S明星的角度来谈 只是作为一个母亲 她或许是不称职的 再者 为何网络上会有自称是她孩子的同学的母亲爆料 说大S从来没有亲自去接过孩子呢 如果大S是忙于工作 那么尚可以理解 可是 她明明很久没有工作 为何还要这样 是因为不爱孩子吗 这一点我不好忘断 只是从我得到的网络信息资料来看 我有点惊讶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淡漠 竟是如此的真实让人不可置疑信 之所以说大S没有输得彻底很简单 因为对她来说 按照她之前所作所为 可能孩子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工具 什么也不是 所以 把孩子带走换来金钱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很乐意的呢 毕竟合同是两个人的意愿妥协的结合 如果大S不舍的孩子怎么会同意这样的合同呢 所以对她来说 可能还是觉得钱重要 也就是说她根本没有败 是汪小飞 张兰他们输了 而俊俊叶跑路 我想对于大S来说 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毕竟从她之前与她的关系来看 俊俊叶也是第一个主动抛弃她的人 多年后的重逢 谁知道是谁的念念不忘 一个在多年前会抛弃人的人 多年后再一次抛弃 有什么奇怪的 而且 网友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俊俊叶会不会回来 按照我的推测 我反而认为俊俊叶不会跑路 不过不管她跑不跑路 对于大S而言都是不输的 毕竟大S要的钱已经拿到 我想这对于多名的男友反馈的 她喜欢奢侈品的消费来说 应该是一份最好的礼物 那么 大S岂只是赢 她还赢得非常漂亮 近日 汪小飞大S和杰德传闻闹得沸飞扬扬 有媒体大爆猛料 大S辞退了家里的保姆 因为保姆给张兰透露了不少信息 大S和王小飞被报和解 还回孩子的前提是 让王小飞再支付一大笔费用 还有人爆料 自从大S和光头结婚后 每天光顾着秀恩爱到处里游 根本不关两个孩子 于是 照顾孩子的重任 全部落在了保姆身上 张兰狠牵挂孙子孙女 只好找保姆打探情况 结果就发生了上面那一幕 这场离婚大战 一个瓜接着一个瓜 变化太快 反转太多 好像一部连续剧 错过了一些剧情 就跟不上了 这部最近又爆出一个大瓜 大S还孩子 前提是汪小飞再给他一大笔钱 网友立刻炸锅了 当初大S要孩子 要王小飞给一大笔钱 现在大S还孩子 怎么又让王小飞给一大笔钱呢 难道孩子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吗 2001年 台湾华市邀请大S出演 《流星花园》中的女艺号三菜 这部剧一经播出 就达到了6.99%的舒适率 随后在内地也成了无人不知的偶像剧 一夜之间 大S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很快 大S就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期 先后出演了《转角遇到爱》 《保持通话》《战神》等多部影视剧 还主持了《武林大盗》这类节目 那时候的大S表面上风光无限 实际上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 每天的档期都被排得很满 睡眠不足5个小时 吃饭毫无规律 精神压力巨大 同时 大S还要承担父亲欠下的高额赌债 及全家人的开销 经常崩溃的大哭 也许是因为从小在去爱的环境中长大 年纪轻轻就出来打拼的大S 十分渴望被爱 在大S还没有大红大子之前 就和巨峻夜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只是受到巨峻夜公司的反对 最终无疾而终 心中多少有些遗憾 之后 大S和蓝正龙周渝铭都有过恋爱 每一次恋爱都因为大S把对方抓得太紧 罢不得很快结婚 因此而不了了之 这三段感情的失败 让大S开始担心 已经34岁的她 已经不适合再演武相剧 自己又不是实力派演员 总得做出一些改变 很快这个改变就来了 2010年 大S在兰会所参加姐妹们安一轩的生日宴 在宴会上遇到了帅气多金的王小飞 当时的王小飞 除了丁城四少的名号 还有一个耀眼的身份 那就是企业家 而王小飞最有名的成绩 就是她在2006年打造出的 专为奥运会提供高端会所的兰会所 在奥运会期间 兰会所作为指定接待外宾的场地 不少政界名流都聚到了那里 一时间星光璀璨 于是在兰会所 王小飞认识了张与其 两个人迅速的相恋 只不过仅仅一年的时间 张与其就被大S横刀赌爱 这段感情发展速度之快 可以说是很魔幻 从认识到结婚 大S和王小飞仅仅认识了40多天 见面4次 一个平常的日子 王小飞对大S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大S很快回答 好啊 当大S和王小飞宣布正式订婚 张与其才从网上知道了这个消息 还有一个人更吃惊 那就是安以轩 原本 安以轩对王小飞还有那么一丝幻想 没想到被大S借祖先登 甚至他这个红娘都没有收到汪小飞和大S的婚礼请帖 那场婚礼声势浩大 高棚满座 来宾都是非富即贵 婚礼的过程也很魔幻 先有搜狐张朝阳 偷偷携带设备当了一回狗仔 被要求公开道歉 后有王四聪打脸张岚他口中的所谓王静凌赞助婚宴是没有的事 双方还在网上骂战了一番 莫了还有康熙来了和八卦组分裂 可谓是精彩至极 婚礼之后 王小飞和大S秀足了恩爱 在节目上 王小飞表示 我第一次见到大S 我就觉得我要娶她 而大S则说 第一次见到王小飞就觉得要和她生孩子 甚至为了她放弃一切 两个人结婚后的几年里 美容大王大S不顾身体走样 拼命地为王小飞生下了一儿一女 王小飞为了家庭 在北京和台湾之间往返700多次 拼命赚钱满足大S的高消费 从节目中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来看 大S一直把自己当成女王 而王小飞跟她说话都是 小心翼翼 卑微讨好的 这些细节无一不透露着 王小飞始终爱着大S 然而 即使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个人 也不一定能够抵抗住日常生活的琐碎 随着王小飞事业的滑坡 大S和王小飞的感情也岌岌可危 曾经的恩爱也渐渐地消失殆尽 这世间风流云散 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 从相爱到相杀 他们花了十年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大S再次闪婚 这次的对象是初恋鲁蛋 而且这次闪婚更魔幻 二十多年没见面 通了个电话就要结婚了 这也就罢了 他一直撞书把王小飞告上法庭 前情后后真是任性啊 于是张兰杀疯了 很快大S被挖出 婚内出轨 鲁蛋有老婆孩子 有病还有一身债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